订货单显示,2019年1月5号,李女士向新豪森门窗订了34000多块钱的窗户建材,支付了3万订金。 清单上还用括号标注了凤驴两个字,李女士说这代表建材是凤驴旅材,凤驴是一个品牌。 当年3月商家派人来安装,但装好后室内就发生了漏水。 李女士说把问题反映给商家后,对方把窗外食材垫高,还开了倒水槽,先后上门维修5次,但都没有根植漏水问题。 后来李女士去找别的师傅维修,对方告诉她,她买的这批建材不像是凤驴旅材的做工。 2019年12月10号,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了广东凤驴旅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测。 鉴定报告显示,保护膜材质、颜色和字体不符,装饰面有明显毛刺不符。 结论认为,李女士买到的是假冒凤驴旅财。 上家后来我们就找不到了,她就我们去找,她根本不财我们,我们去了,我们是能找市场嘛。 这家新豪森门店,原先在杭州佳河装饰材料商城三楼,现在这家店已经躺空了。 市场管理方的王经理表示,这家店是在2019年下半年搬走的。 当时加的是一万美资包金,这笔钱呢? 前棺杀部门扣在那里,他们起诉她了,发院就登结了。 有人起诉她了? 好几家起诉她? 好几家起诉她。 你什么事情呢? 就是她产品做得不好吧,好像是说她是违离产品。 当初怎么会让她走? 人家退产了,你不要让她走。 李女士说,因为市场监管方面要做证据保留,她家的窗户就一直没拆,装修也耽搁到了现在。 去年,杭州市江甘区市场监管局给李女士回复了一份不予受理告知书。 大概内容是商家否认侵权行为,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检查时,发现门店锁闭,无经营现象。 市场监管方面通过电话发函及上门查看等方式,均无法联系上商家张某某。 该商行已被列入异常名录和警示名单。 2020年1月15号终止了该案件的调查。 李女士表示,现在自己就想知道,维权快两年了,还能不能拆窗户继续装修。 记者询问了市场监管部门。 我们建议她向法院提起诉讼,申请诉讼保全。 就是还是不能拆暂时。 要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后来记者也联系上了张老板,对方表示自己目前在广东。 至于自己的销售建材被认定为假货的情况,张老板称自己也是受害者,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继续调查。 不过她暂时不愿意再来杭州。 李女士认为,谁销售谁负责。 向张老板提出假一赔三的要求,张老板没有答应,李女士考虑走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